今天教學軟體的設計的任務 我們需要用三行程式碼 或者是十行程式碼 我們要做出一個簡單的小畫家 三行我們先提會什麼叫三行程式碼 在寫程式裡頭 我們第一個我們需要做的是 我們有沒有機會開出我們需要的視窗 有一個視窗的大小 我們想要一個視窗大小 比如說我們需要視窗大小是 那個八 那個八百 豆號 寬度太多了 我重寫一次 四百空格六百的視窗大小 我現在要開四百跟六百的視窗大小 這是第一行 視窗會開個大小 我選擇執行 那麼電腦呢 它就會過一陣子 模擬器完之後 它就產生一個四百 乘八百的一個視窗大小 這是我們今天的程式 什麼東西都不做 我可以開一個手機大小的視窗 這是第一行程式 任務一 我們希望做出一個四百乘八百 做吧 記得在介面頭打英文字 接下來按這個三角形 綠色三角形代表執行 你按它就執行 按方塊叫STOP 就結束 按三角形會執行 按四方形會結束 這就是我們第一行程式 我們可以變出一個特定大小的一個程式 第二個 我們覺得這程式沒有什麼感覺 我們做個動作 B-A-C-K-G-R-U-N-D 上禮拜教過背景顏色 我們想要挑綠色 什麼是綠色呢 我跟大家講 電腦底層在畫圖的時候 有R-G-B 會分成三種顏色 這三種顏色分別會介於 R會介於0到255中間 G也會介於0到255中間 B也會介於0到255中間 這些你通通都不用寫 我只是加個註解 註解就是不中S 那我現在開始填真的數字 數字現在我填的是綠色 綠色比較鮮艷 所以我就寫個0 逗號255 逗號0 這是今天的第二行 因為我們人類對色彩比較有感覺 我們希望畫出一個超大的一個綠色 這超大綠色裡頭 我們看一下講解 裡頭有個重點 1 2 3 第一個參數 第一個逗號圓括號裡頭 第一個是紅色有多少 不要紅色 第三個是藍色有多少 不要藍色 我們只要255綠色 我們有綠色就OK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 要畫的程式 兩行程式 能不能畫出綠色的視窗 繼續 現在我們有兩行 有一個背景顏色 然後有一個大小 是400x600的一個視窗 我們第三步 小畫家最重要就畫點線面 那我們通常是線最簡單 我們想畫一條線 我們畫什麼線呢 我們想畫在 比如說100、200的坐標 畫到300、400的線 這是有一個開始的點 叫100、200的開始點 結束叫300、400 我們想看這個線長怎樣 我們一樣按三角形 選擇直行 它會秀出一條線 這個線就是小畫家的基礎 你說字體要變大 因為同學們講一下 file 字體要變大 選擇preference 或Ctrl加鬥號 Ctrl加鬥號按下去 或是大寫字 有個第三行 字體要放多大 像我眼睛看不太清楚 我都會放很大的字體 40、80 這選單就可以改字型大小 那我們把字放很大 方便我們做處理 就按Ctrl加鬥號 就秀出來 或是選擇file 選單 選最下面的preference 設定 選項設定 喜好設定 設完之後 把字型放很大就可以了 那同學們現在的目標 就是成功的 跑出有一條線 從100、200的這位置 到300、400的地方停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程式 第一個part 那同學們試試看